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亲朋观察》 随着美国局势变化和大选临近,全世界主要国家都在为美国前总统川普的回归做出准备 这里边就包括一个特殊的政权,共产中国 虽然表面上风平浪静,但知情人士透露 中南海的恐慌程度远远的超出了外界想象 他们甚至为此放弃了经济刺激计划 说是要准备好和川普更大规模的开战 首先还是请大家在评论区关注我的YouTube新频道 以及干净世界频道,谢谢 美国大选的鼓声在越来越近 周三,乔治亚州上诉法院同意审查下级法院的一项裁决 该裁决允许富尔顿县地方检察官法尼·威利斯 继续起诉对全总统川普提起的干预选举案 上诉法院的决定实际意义在于 我们不会在大选之前在乔治亚州进行审判 该州的前联邦检察官艾米里·科兰普表示 那之前呢,威利斯在法刑文件中承认 他与特别检察官韦德尤人 川普阵营还指控 他们违背了州公务员行为条款 要求法院裁定维利斯丧失起诉资格 这是最近几天川普第二次获得有利的裁决 前一天,德州法官无限期推迟了机密文件案的审判日期 日前,美国最高法院正在权衡川普的主张 即前总统不会因期在任职期间采取的官方行为而受到起诉 目前多数大法官倾向部分豁免 这意味着,司法不指控川普试图推翻2020选举结果的联邦大选案 最终也可能无法在11月大选之前开庭 这样呢,就是色情明星之父封口废案 成为大选前唯一进入陪审团的案件 最新,丹尼尔斯出庭讲述他与川普出次相会的暧昧细节 虽然这个满足了一些猎奇者的兴趣 但是呢,我之前分析过 该案的核心是封口废作为法律废应下 这样是否构成了伪造商务票就对 目前呢,检察官,误导观众和陪审团 拖住川普的额外的戏码 我认为呢,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意义 反而会更加激发川普的斗志 并让更多人同情和支持他 这样一来,越来越多的国家呢,就会更加紧张 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在今年1月就成立了 加拿大最因应美国大选结果 欧洲的盟友也紧张一对 而最紧张的 可能就是中共当局了 了解中国领导层想法的人士透露 中共官员正在悄悄为川普重返白宫做准备 并且呢,预备中美关系再次升级 《华尔街日报》甚至援引华盛顿智库史丁森中心的 中国项目主任孙韵的话说 中共认为,如果川普再次当选 两国关系的上升空间将被封死 而下降空间将是无敌的深渊 川普表示,如果连任 他将对中国产品征收高达60%的关税 而且还会实施战略脱钩 无论是经济还是国家安全 我将实施一系列大胆的改革 以彻底消除在所有关键领域对中国的依赖 曾经在川普国家安全委员会任职的胡佛研究所 访问学者马特特评表示 如果川普连任 第一天他就会问中国如何履行第一阶段贸易协定 然后他会指示莱特希泽 从我们上次情下的地方继续 仅这一条,就足以让中南海胆战心惊 2020年初,川普和习近平的特使刘鹤 签署了中美第一阶段的贸易协定 中共承诺在两年内增加购买美国商品和服务 2000亿美元 但彼得森研究所估计 中共据目标还差40% 中共还不仅仅是做出书面预案 5月8日,华尔街日报报道 尽管当前中国房地产市场持续低迷 投资人心心不足 但中共仍迟迟未推出大规模的刺激政策 为什么呢 习近平渴望重塑经济模式只是原因之一 另一大原因是在中南海看来 川普在此当选的币远远大于利 一个最直接的后果就是美中之间可能再度爆发贸易战 因此得保留火力 尽管中国已经将出口更多的转向了发展中国家 然而如果失去美国市场 将对习近平提出的通过制造业和出口 使中国摆脱当前经济低谷的战略造成巨大打击 与此同时 欧洲也更倾向于减少进口中国制造的电动车太阳能 以及欧洲国家希望自己生产的其他产品 最近几天 习近平对欧洲访问 但他和法国总统马克龙 以及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的谈判 看起来谈崩了 也没达到分化欧洲和美国的目标 为了避免刺激欧美 他刻意跳过了之前宣布的 要去被北约轰炸的中共驻南斯拉夫大使馆 遗址平调的安排 只是在国内呼吁不要忘记 英文版的官媒却刻意低调不提 这再一次反映了中共当局内心的紧张 知情人士称 他们正保留火力 禁关11月的情况 那么川普可能会在哪些方面发起打击 会造成哪些影响呢 我们也来剖析一下 一 贸易战 未来墨西哥将征税100% 福布斯拉志日前发表了一篇分析 谈到川普贸易关税战 称它产生了奇怪 且大多对美国有利的影响 川普发动贸易战的初衷 是打击中共不公平的贸易政策 包括政府补贴 盗窃知识产权 强迫技术转让 从这点看 努力失败了 中共并没改变 但事实证明 经济学家们当时警告的 美国消费成本上升 从未变成现实 人民币对美元大幅贬值 不仅消除了美国买家的关税成本 也让美元计价的中国GDP 占美国的比例 从高峰时的80%暴跌到了现在的59% 追赶美国的梦想越来越遥远了 同时 关税大幅削弱了中国的经济前景 一些中国经济学家表示 整体而言 贸易战对中国GDP造成的损害是美国的三倍 为了避免关税 中国的企业把工厂转向了 亚洲、其他地区和拉丁美洲 这个却剥夺了中国大陆 本来享有的投资和就业增长 而且一惊落万物生 让墨西哥、越南、印尼和菲律宾等得益了 2023年 墨西哥首次超越中国 成为美国最大的贸易伙伴 即使这样 川普还将穷追猛打 前几天在《时代周刊》的专访中他表示 中国目前正在墨西哥建厂 生产汽车并销往美国 这些是世界上最大的工厂 当我担任总统时 这种情况就不会发生 因为我将对他们征收100%的关税 因为我不会允许他们强抖我们剩下的生意 二、科技制裁力度将大大 本周二 美国商务部撤销了高通和英特尔公司向华为出售芯片的部分许可证 这让中共是再次翘脚了 然而 中共担心的还在后边 知情人士透露 北京的其他官员正在邀请美国和其他西方专家 参加情景规划会议 只在衡量川普再次获胜时 美国出口管制的步伐和范围 未来几个月 中共会加强规避美国科技制裁 其中一条路就是加强和中东联系 今年二月 兰德公司一份报告显示 中国政府研究人员一直在努力深化于 阿布达比在生物技术、量子计算和人工智慧等领域的合作 但是这条路未来可能会被切断 本周三 5月8日 彭博社报道 沙特新成立的半导体和人工智能投资基金 负责人探言 如果美国提出要求会从中国撤资 而该基金由沙特主权财富基金注资1000亿美元成立 5月8日 日经亚洲引用美国半导体协会及波士顿顾问公司的报告 在2032年前 美国渴望生产28%的10纳米以下的最先进的芯片 而中国只能生产全球的2% 这个呢 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是拜登的芯片法案 而毫无疑问 在川普政府下 这个方面呢 还将发生更大的变化 3 中共最害怕的几个男人 在公开的场合 中南海看起来是泰然自若 外交部声称 无论谁当选美国总统 我们都将会和美方共同的努力 但是实际上 习近平加强了对美国商界领袖的拉拢 官员们私下向他们询问 认为说川普内阁中的人选是谁呀 并且呢 试图让他们锁定在中国的投资 而去年 前国务卿蓬佩奥的回忆录 绝不让步在中国领导人中流传时 其中一段话 尤其激怒了习近平 他写道 美国应该给予台湾全面的外交承认 蓬佩奥已经表示 如果川普连任 他将乐意效力 无疑呢 他是中共最害怕的男人之一 伴随蓬佩奥回归的呢 将有他的首席中国顾问 余茂春 之前余茂春提出的分清中国和中共 让中南海恼羞成怒 习近平甚至高喊 五个绝不答应 不过呢 如果真的自由选择 有几个中国人乐意为中共卖命呢 川普的贸易战的副手莱特希泽 也是中共对害怕的新内阁人选之一 他去年著书 没有自由贸易那回事 公开主张要和中共战略脱钩 就像中国与我们脱钩一样 包括呢 实现贸易平衡 切断美国技术向中国的流动 管理好对内和对外的投资 第四 普京反向尼克松 接近中共领导层的人士透露 习近平的一大担忧是 川普是否会破坏他与普京的兄弟友谊 因为呢 川普可能会试图实现反向尼克松 就像冷战期间 尼克松寻求中共对抗苏联一样 川普呢 可能会让莫斯科反对中共 中共最近在和普京政府是频频的互动 国防部长董军和烧伊谷会面相互打气 而普京即将再次访问中国 但是很显然 中共是依然无法安心 目前中国学者冯玉军在英国经济学人上发表了文章 认为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战争注定失败 还认为了中国不能轻视俄罗斯 因为它的外交很厉害 往往能绝处逢生 历史上 中俄的三次结盟 中国都没落到好处 所以要提防俄罗斯把中国当枪使 关键时刻反个一击把中共给推出去给自己解套 5.台湾 筹码还是铁杆有益呢 那部分人就担心说川普上台会在美国优先的口号下 采取更加孤立主义的立场 这对台湾的风险尤其高 有人甚至猜测说川普将把台湾作为贸易谈判的筹码 让中国购买更多的美国商品 但是本周一 川普的前驻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大使詹姆斯·基尔摩就在台北表示 美国是不可靠盟友的概念 是对手散布的蓄意谎言 他强调 川普将向我们的盟友保证 就像我今天向你们保证一样 华盛顿对台湾的承诺不会改变 中华民国副总统小米琴 我们在同一论坛讲话 感谢美国国会最近通过了950亿美元的对外远逐计划 其中包括向台湾提供80亿美元以对抗共产主义中国 而该法案是由共和党众议院的议长约翰逊推动 并由民主党的总统拜登签署成为法律 这个恰恰是我反复说过的 确实川普说话有时候是模模糊糊 但是从他对蓬佩奥的高度的信任 美国两党对打击中共政策的高度一致 以及全球围剿中共已经是大趋势 这三方面来看 未来川普对中共只能更加的强硬 保卫台湾必是最重要的一环 我们没有必要担心 川普还可能在病毒溯源 人权中共渗透方面对中共加大打击力度 前几天在时代周刊的访谈中 川普表示说他很早就相信 病毒来自于武汉的一个实验室 而不是自然产生的 中共多次试图告诉世界 该病毒是从其他地方开始的 但他正确的拒绝了这一点 而众所周知 放任病毒毒害世界 是中共最大的罪恶之一 人权问题 也将是川普对中共开火的一大领域 他对宗教自由非常重视 藏在白宫接见了来自中国等待内的 17个国家宗教迫害幸存者 其中包括法轮功学员张玉华女士 今年4月 追查国际向美国FBI 提交了涉嫌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的 8万多的责任人名单 其中包括中共政治局前常委 江泽民 李长春 周永康等高官 特别还包括了涉嫌火灾器官的 中共官员 医生等等 而中共火灾器官 是人类历史上最邪恶的罪行 在川普任上 极有可能会全面的揭开 特别是我们注意到 美国政府应国会的立法要求 正在调查习近平在内的政治局常委等高官的财产 围剿中共的绳索 正越擂越紧 一旦在这些领域打击 不仅将引发中共的内乱 还可以彻底的摧毁中共最后的合法性 人世沧桑时空变换 三年多前川普黯然离开 中南海暗自窃喜 当时很多人都没想到 拜登政府将接力打击中共 而同样 一年多前 也没有多少人会想到 川普将卷土重来 让中共党魁和他的六个小矮人寝食难安 那么接下去又将发生什么呢 让我们拭目以待 好了 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请喜欢我节目的朋友在评论区 订阅我的新频道2024年 让我们一起关注历史中大短折时刻